苏联时期的特巴林主战坦克 是苏联时期巅峰之座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特巴林问世之后 有多个型号版本的升级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与乌克兰又各自独立的 对特巴林坦克进行了不同的升级改造 从而形成了不同型号的特巴林系列 如特巴林B、特巴林BV、特巴林U、特巴林UK、特巴林UM 以及特巴林UD等等 特巴林B是1983年苏联特巴林批量生产的最主要升级型号 采用了爆炸反应框架 在生产特巴林B同时 1979年前苏联位于彼得堡的专用机器设计局 也开始了代号为219AC工程的特巴林系列的升级版 特巴林U坦克的研计 由位于哈尔科夫的莫洛佐夫设计局研制生产 并在1985年开始投产并装备了部队 特巴林U主战坦克的主要升级内容 包括改用了油耗较低的柴油发动机 无线电卫星导航系统 BV528-2弹道计算机 和新型的爆炸反应框架等等 再之后 特巴林U主战坦克又采用了红外干扰系统等等 从而升级为特巴林UK 1989年又加装了火控系统 增加了热成像夜视仪等技术 具备了夜战能力 定型为特巴林UM主战坦克 组练解体之后 乌克兰也继承了哈尔科夫特巴林U坦克的生产线 由于受到俄罗斯研发的 适用于特巴林U的柴油发动机 以及最新型的RA46M125毫米滑糖炮的限制 乌克兰便开始自主升级了特巴林U 或特巴林UK 虽然它的耗油率降低 最大行驶里程增加 但火炮威力则不足以对抗特巴林UK 更难于后来的俄罗斯特90系列坦克抗衡 以上呢 我们聊的是特巴林系列各型号坦克的基本情况 感谢各位收看 由百度百家号和我共创的精品栏目 军武档案馆 百度搜索一下特巴林坦克 以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 硬核科普